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神 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讲几句话 我所要讲 因为中国福音教会的成立 我就在中国福音教会 与各位一起学习 到如今真的是跟这个教会一同成长了十一年 所以我从年纪轻到如今已经比较好 我要讲的今天不是讲福音信息 是我要在这庆祝十五周年的时候 有一段风空也有我们展望 今天这个场景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心中充满了激动 可以说是十五年来 神的恩典 一点一点累积到今天 成为今天大家可以享受欢乐的一个场景 所以我要回顾这十五年 从中国福音教会的设立 就是神的恩典 就是神的恩典 但是不是开始 是在这个教会成立的以前的两年 这些位弟兄姊妹 这些兄弟兄姊妹 已经为了成立教会 得到神给他们的启示 感动 让他们有异象 要将福音传到我们的祝福 要将福音传到我们的祝福 而为了这个教会的成立 祷告的两天 他们祷告的地方 在今天 已经是一个叫做 晋信会的会晤堂 地址在 俄哥华东 十四街 八百零四号 我们那个时候 简单的叫做八零四 我个人没有参加祷告 离开我去的弟兄 各位知道 王长 他参加祷告 教会成立 他告诉我 成立 让我来看一看 我就 在这里留下来 和各位一起 学习 所以我的回顾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简单的说 我们 刚刚听到 祷告 报告 牧师的信心 大家已经有一个概念 十五年来 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 竟然有五百位以上 弟兄姊妹 从没有认识 没有听到福音 也有很多人 听了很多年的福音 很资深的布道人 在中国福音教会 先刘四十五年 也有很多人 也有好多次的难充 不是每一天都像今天这样 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教会的建立 是建立在这一块磐石上 这磐石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主说我就是真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建立 是建立在主的这块磐石上 是以真理为基础 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里面 蒙恩得救 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生命 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壮大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照着主的吩咐表现出来 我们的生活是有生命的 我们的教会 是我们弟兄姊妹的集合 这个教会才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 但是我们不可以靠人 靠人 不可以 靠神 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的难复 从来没有用人的方法去解决 只有祷告 这一条道路 主就是这道路 让我们随时走在这个道路上 来到神的面前 求告神 我们有生命 我们以神的真理为基础 这是中国为教 我们要遵照主的吩咐说 我们要爱神 尽心尽意 尽心尽力 爱主我们的生 怎么样爱他 凡是遵行他命令的人 就是爱他 他的命令很简单 你们要彼此相爱 爱神 爱人如己 这就是主的吩咐和他的命令 我们遵照他的大使命 使万民做他的奋斗 我们自己做 我们只有靠神 所以中国福音教会 是蒙生带领保守的教会 让神十字架的爱 借着弟兄姊妹的身上 流露出来 使不认识主的人 感到这教会有爱 认识主的人来到 说这教会有什么用 我们并且 尊照主的吩咐 将他所吩咐我们 与我们的弟兄姊妹 一起分享 我们天天彼此提醒 遵照他的吩咐 那主就 常常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各尽其职 建造反射 也许 大家说 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 我今天借着的机会 讲一两样 实际的工作 让我们做参考 这么想爱 过去这十五年来 好多的弟兄姊妹 在暗中 跟弟兄姊妹说 你要去看病吗 你不会说因为 没有车子 我带你去 你有困难吗 告诉我 我帮助你 这不是行在人的钱 很多弟兄里面看见 因为他们行在人后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 一定有很多人 知道 你何者已经当做了别人 何者已经当做了别人 所以 我们中复福音教会 在布尔利宾教会 特别是 很多位年长的弟兄姊妹 搬迁到离教会 比较远的地方居住 他每个主人 仍然要 坐巴士 坐公交车 转一两次 来到布尔利宾教会 因为他的心 说这是我的家 我相信他们 何多何少 曾经接受过 那些无名 行在人后的帮助 这是爱 彼此的相爱 约翰说 小子们 你们要切实彼此的相爱 我今天 借着这机会 提醒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在暗中 可以想着 有别人比我难处吗 我们帮助他 就是彼此相爱 我没有说我们做得好 我们十五年来都在操练 我每次在讲台上提到这个 我说我们要操练 彼此相爱 可能我们做得不十分完美 但是主是 检查我们人心肺腹的神 他看我们一颗心 我们全心去做 虽然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不停地遵照他的吩咐去做 这是十五年的 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哪一个人有功劳 或者做些什么事才使得我们教会越来越长大 说真的 说真的 我现在看你们看不清楚 因为我眼睛里有泪 十五年来 我们真的是有难做 开始聚会 连一排人都没有 只有二十来 我们不怕 因为有神与我们共产 时至今日 真的是要感恩 我们的感恩 是从心底里面数出来 神的恩怨 所以我们今后的展望 真的是要提高警觉 让我们警醒遵守神给我们的分析 我们不高举人 不炫耀我们有什么成就 这个话不可能说 我们哪一位弟兄姊妹 若是有成就的 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只能夸耀神的恩典 我们也不希望别人高举我们 因为当别人高举我们的时候 是魔鬼在试探我们 所以我们今后 真是要战战兢兢 在主的面前 学习前面 我们要虚心 读说虚心的人 我们在今后 要继续这十五年的道路往前行 是的 我们已经有四个到五个会上车 但是 我们真的要 好好地学习前辈 不要给魔鬼留地 免得我们 犯着焦慌的准 我 常常宣扬我们自己的成就 这是虚伪 这是虚荣的夸耀 虚荣的悬耀 我们不做 我们不高举人 我们要将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主 救主 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高高的举起来 有一天我们骄傲 我们自满 我们就会得意忘形 就中了魔鬼的记忆 那个时候 想再增加一个新的塔 就难了 所以我今天 站在一个比较年纪大 在这个教会里面 时间比较久的弟兄的地位上 我把我自己的感言说出来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祝福给谦卑的人 若是我们 谨守遵行主的分 谦卑虚心在主的面前 不高举人 也不喜欢别人高举我们 我们只高举主耶稣的名 和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天天省察自己 敬虔 圣洁 鲜卑 柔和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这是我们的心智 我们不要期望 说明天我要在哪里开一个新塔 那就好像 雅各书所说 我们明天到哪儿去做生意 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祂就会自然而然地带领我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